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日本平安时代有个天皇和他妹妹结婚 嗯 这个我理解 某些岛国人的变态我想带来的硬盘都可以证明 古龙马有个脑子不太正常的皇帝和他亲妹妹通奸 嗯 这个我稍微能理解 北水不流外人田嘛 中国汉朝时期有个皇帝和他的亲外甥女结婚 这个外甥女结婚时他九岁 这个苦逼的皇帝也天天盼着蜜桃成熟时 想吃还得等熟了 这个... 我可以试着去理解 这个皇帝试着做远期投资吧 以上的历史 听起来可以把人雷的大小变实境 那么在春秋时代有没有这种奇葩呢 有 今天的这一话 我们就介绍齐国的一位君主齐湘公 我们上一话介绍了齐熙公 在齐熙公去世之后 他的儿子即位是为齐湘公 齐湘公不是一个混军 他带领齐国军队东征西伐 拓展了齐国的疆域 又在齐国国内历经图治 发展了齐国的经济 这么看起来 这个君主的治国能力不差 可是 他在私人生活方面 有那么... 一点小变态 这个本来也不奇怪 人家樊高那么天才的画家 还不可阻挡地 爱上了他自己的亲表姐 可齐湘公略犀利了一些 他爱上了他自己的亲妹妹文江 而他的亲妹妹文江 也爱上了齐湘公 天南地北两七八 原来是对亲兄妹 文江是个当时很有名的美女 不少祝货国的君主都梦想 和这位女神结婚 从这个角度看 他的哥哥齐湘公 会迷上他不奇怪 齐湘公和妹妹文江 恋爱了许多年 后来文江被许配给了 鲁国君主做夫人 齐湘公心里悲痛欲绝 他不想妹妹离开自己 但在诸侯国之间的 政治联姻面前 他无可奈何 只好看着妹妹 跑去做了别人的老婆 哎 这吃人的礼教 啊不 礼教这方面是对的 其实我个人觉得 齐湘公如果真舍不得妹妹 可以拉妹妹去 院验99次血 然后一闹98次 直到医院证明 他们俩没有血缘关系 那接下来的事情 不就顺理成章了吗 文江也就不需要 肥水流的怪人铁嘛 齐湘公和文江分开之后 他继续治理齐国 在天下扩张政治声望 当齐湘公的妹夫 也就是鲁国君主 一方面直到 齐湘公和妹妹的禁忌之恋 另一方面也为了鲁国的利益 这位鲁国君主 总是在想方设法 遏制齐湘公势力的发展 一边是感情 一边是利益 两边合体的就是一颗壳蛋 齐湘公和妹夫 鲁国君主的矛盾越来越明显 十几年之后 鲁国君主带着文江 来到了齐国出行礼仪活动 齐湘公已经十几年没见文江了 两兄妹一见面 就像阿黄和母狗发情一样 一发不可收拾 正所谓暖凤勋的君王罪 只把妹妹拉上床 齐湘公的发情比阿黄牛逼多了 他为了妹妹永远在一起 竟然想干掉鲁国君主 在一次酒席之后 一个大力士护送鲁国君主回宾馆 趁鲁国君主酒醉的时候 一个熟练的售后 在干揽一声挪断了鲁国君主的脖子 苦逼的鲁国君主 居然就死在了他笑舅子手里 齐湘公的效率就是高 把妹妹抱上床效率高 把妹夫直接干掉的效率更高 只是鲁国君主死得真他妈圆 齐湘公杀了鲁国君主之后 鲁国仍碍于齐国的强大 不敢攻打齐湘公 仅仅要齐湘公正式道歉而已 而齐湘公还真的就和文江 从此像白雪公主 遇到白马王子一样 在城堡里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本来这会是一个很浪漫的故事 可我一听到这恋爱双方 是亲兄妹中就像兔的感觉 当然 齐湘公杀鲁国君主 也有那么一个原因 是为了齐国的利益 毕竟鲁国君主 一直在阻碍齐国扩张的道路 鲁国君主一死 齐湘公很快挥尸 夺取了中国东部的大片领土 如果非要知道 齐湘公杀人的真正动机是什么 我只能说 为了感情也为了利益 仰则养有之吧 十月的 可是后世的 史书对齐湘公的评价都不太好 主要是因为 齐湘公搞雄面链 其实我个人觉得 不应该把政治人物的 思路和执政能力混淆 齐湘公是个性情纵人 他在政治上 很有扩张的野望 在私人生活上也很敢爱 呃 暂时这么认为吧 话说回头 齐湘公的脑子 也不是史书所描述的 那么恶锅头 他能供应他妹妹上床 就证明了他很聪明 你不服你供应你妹妹试试看 齐湘公固然是一朵奇葩 他的私人生活从侧面 反映出春秋时代 中国人既有极强的进取心 也不太近欲的特点 后世的日本 把这个特点发展到了一个 更没介绍的境界 我个人觉得 不能简单的把我们的祖先 都认为是一群性白痴 其实在春秋时代 中国人的性生活 要不就不开放 可是一开放起来 简直就不是人 这种随便的境界 究竟有多高 我以后在春秋大百科 会给大家详细讲讲 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这一话 我们下一话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